接下來我們要送的東西叫做纖維 衣料 你們念過幾集不幾集的嗎? 不然是 好來 衣服是用布做的 布就是一些纖維製成的 所有的纖維都是聚合物 所有的纖維都是聚合物 纖維有分天然纖維跟人造的纖維 天然纖維就是有動物性的跟植物性的 植物性的纖維像棉像麻 它的本質上就是纖維素 動物性纖維比如說毛料蠶絲 本質上就是個蛋白質 所以呢蠶絲毛料就是蛋白質 然後呢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就是所謂的纖維素 這是天然的纖維 天然的纖維 那還有所謂的人造的纖維 人造纖維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再生纖維 一種叫合成纖維 再生纖維是把一些天然的東西拿來 再經過人的一些處理所產生的 合成纖維就是從頭到尾都是人做的 這世界上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被人做出來的叫做合成纖維 那我們都會簡單的戴一下 植物性纖維 基本上它可以保暖 而且呢通風透氣保實舒爽 所以很多人買衣服喜歡要買純棉的衣服 因為呢這樣感覺穿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那麼動物性纖維基本上它比較柔軟 普遺桌前有像這個蟬色很漂亮 那羊毛毛料都比較保暖 所以它個它本身一些優點 然後也容易染色 所以這是動物性纖維的狀況 有人喜歡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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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把它的優點什麼之類的 或者缺點要看一下 知道一下 記一下 那麼再生纖維 剛才講過了 它是把天然的東西拿來再加工處理 所以我把纖維素拿來 然後融掉 然後抽成絲這樣做出來 之後它有像蟬絲一樣的光澤 所以把它叫人造絲 也很好的吸水性 也容易染色 但是呢 拉一拉容易斷掉 拉一拉 線絲容易容易斷掉 叫再生的纖維 再生纖維 然後原來是天然的東西 然後再來加工處理 另外就是合成纖維 就是所謂的 很多都是由石油化學工業裡面 它整個都是人造 那麼它比較堅韌啊 易乾啊 不易起皺 可是早期的合成纖維通常都不吸汗 透氣性也比較差 防毀性也比較不好 不過這是人造 這是以前啦 這是以前的 現在的合成纖維 已經太多太多種類了 像你們有什麼萊卡布料啊 很有彈性啊 還有什麼可以做防彈衣的那種啊 什麼這很多各式的不同 不見得都有這種苦收的缺點 現在有這邊什麼壓克力纖維啊 還有呢 什麼鋸質纖維都現在常常用到 你現在衣服上面 都在這種 你們那個有在嘉證課學過那個洗標有沒有 衣服上的標籤 那個標籤如果前頭有個POLI開頭的 就是所謂的GXXXX 那就是所謂的一種人造的合成纖維 很多纖維 所以現在呢 有各式要不同的字 剛剛前面講過什麼 心水性差啦 透性差 都是一些古時候的 古時候的合成纖維的樣子 這些都只有看過去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的考試的重點是在這裡 辨別纖維的方式 有很多方法啦 像你各位買衣服 喜歡用手去摸一摸 感覺一下 然後覺得說這個衣服衣料好還是不好 那我們現在在國中教你的這種破壞性檢驗 就是拿來燒一燒 拿來燒一燒 基本上你在實際上買衣服的時候 應該不能用這種方法 拿來燒一燒 燒一燒 有植物性纖維 動物性纖維跟合成纖維 植物性纖維燒完之後沒有什麼結果 那這兩個會考試 動物性纖維燒來會Q摸 有人燒過頭髮就知道頭髮會捲起來 就像這樣頭髮會捲起來 然後呢 然後有人有人燒過那個塑膠繩 就會知道那個塑膠繩燒的時候 尾巴會一點點一顆一顆小小的球 所以呢 合成纖維末端會成小球 所以問 我這個問 你看成捲曲狀一個末端成小球 燒起來氣味 對 植物性纖維 你的紙 你的紙張就是植物性纖維 所以燒植物性纖維就跟燒紙一樣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燒動物性就跟燒頭髮一樣 頭髮上來會臭臭的 因為你會有產生胺那種東西 所以會有臭臭的 像燒羽毛 不能說燒頭髮 就是那種臭臭的感覺 剛講過捲曲狀就像燒頭髮 可能纖維也實際上沒有特別的臭味 所以是試它的時候 基本上呢 因為它有氨 所以動物性纖維會呈鹼性 所以呢會有藍藍的 然後加C酸呢 我們前面教過蛋白質 加C酸會變黃色 所以動物性纖維會黃色 其他都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加鹼去煮它的時候呢 也是動物性纖維會溶鹼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提到一次 動物性纖維會溶於鹼性的容易 所以我們當回要加肥皂 肥皂就不適合拿來洗動物性纖維的東西 因為會溶解它 因為肥皂容易水沉鹼性 不過如果你這邊有個什麼蠶絲的東西 或者是羊毛的東西 你也不會拿肥皂洗 那都是這種乾洗電機這種嘛 乾洗電機這種 所以就知道要可以 誰就是考試會考的這個東西 什麼誰會呈捲曲啦 誰會有臭味啦 誰末端會呈小球啦 這個把它看一下 考試會問你 我們如何用燃燒法去辨識這些纖維 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尤其是前面幾項 燃燒的情況、味道 這個是比較考試會考的 其他比較不會 比較不常考 不常考 最後一個叫做天然橡膠 橡膠 我們天然的還有經過人工在加工處理的 天然橡膠的 如果是天然的橡膠 這東西很麻煩 它如果熱的時候就黏黏糊糊的 冷就會脆脆的 很容易碎掉 請問你這樣聽起來像熱素性還是熱固性 熱素性 熱素性嘛 加熱會色會黏黏的嗎 然後後來這樣就很難用 可是後來我們就加工處理 你要背怎麼做處理的 有人這個固特醫 固特醫輪他那個會不會固特醫先生 他發現完裡面加流之後 就會改變他的性質 會見得彈性會很大 而且不容易受到溫度的影響 這樣就變成什麼性呢 熱固性了 加熱不再會變化 熱固性了 它裡面組織發生改變 它有彈性很大 然後呢 後來又把裡面加了碳 加碳之後會比較耐用耐抹 所以輪胎基本上都是黑的 為什麼就是黑的 因為加了碳的關係 加了碳的關係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考試問你說 我加了什麼東西 我加了什麼東西 我因為我加了硫 所以能彈性大 不一定受溫度影響 因為我加了碳 所以比較耐用耐磨什麼之類的 就是背面這個 考試考這樣就可以了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